我們來看目前Pesla第二季的交車量 是再創新高 所以外界現在開始有些期待了 認為包括了電動車跟AI 下半年有機會繼續發威 目前輪胎也有一些 重大的合作案的進展 所以下半年電動車的題材 要怎麼樣來關心 游民哥 先請大家不要轉台 因為最近不要說不講AI的時候 大家就直接就跳掉了 因為我覺得台灣股市 其實在下半年度 還是有很多的一個機會 我們先來看電動車 有什麼樣的一個機會 剛剛來賓都有特別提到 折跟加這邊中國的禁止出口 折的部分其實它是屬於 第一代半導體的原材料 它主要的一個用途是在微電子 就我們一般的一些 3C產品跟資訊 然後中國控制了83%的產量 但它不是運產量最高的地方 加的一個部分 它是第二代跟第三代半導體 這個就跟車子比較有關 除了車子以外 包含通訊等等都有 因為中國控制了 大概全世界94%的一個 所以最近它8月1號說 要管制出口的時候 造成之間的一個效應就差很多 像折的部分的話 單日上漲是2.6% 但是在加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週上漲27% 一天上漲12% 所以可見了 其實在加的一個部分來講 大家認為說 這個可能跟未來的第三代半導體 或者是電動車 或者是通訊 低軌衛星都很大的一個關係 接下來的話我想台灣跟美國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因為即便都是AI 在美國的AI的太陽陽光是何許的 所以很多的一個其他的股票 都還可以雨露均沾 都還可以得到滋潤 比如說像Wall Speed 就以前的Cree這檔公司 那它是做什麼東西呢 它其實早期是在做生化家 後來慢慢變成了所謂的 第三代半導體 像那一天它7月5號的時候 大漲了11% 主要的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的話 它跟瑞薩半導體 簽了一個20億美金的一個協議 也就是說它未來的10年 這個Wall Speed 因為它是做上游累金 它要提供給瑞薩 包含裸金 包含累金等等 然後讓瑞薩在2025年 瑞薩它是一個IDM廠 它是一貫廠 所以它拿到這個累金 它就可以其他去發展 所謂碳化器的功利半導體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的話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尤其是禁止出口 會對第三代半導體的爆價上漲 爆價上漲就會墊高 從原物料上漲到最後 你看整個產業鏈 包含最下游的二極體 也會跟著漲 這個是在美國的部分 當然台灣這邊 就有人看著美國的Wall Speed 然後來做台股 結果發現好像也沒占到便宜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AI的太陽 是很毒辣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毒辣的太陽裡面 只有先人漲可以漲 對 其他人都活不了 所以資金完全的被吸走 對 被吸走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準備 這樣的一個題材 為什麼呢 因為AI總不可能 永遠 全世界的股票不會只有AI 對 它總會有休息的一天 休息的時候可以關注這個 對 甚至是在一邊漲 可能比如說我們之前講過一句話 不是看哪裡的力量大 是看哪裡在轉強 對 因為現在AI的力量很大 但是它總是會有物極必反的時候 如果以第三代半導體來講的話 包含像蘇配電 你現在這些東西都是未來最夯的一個部分 國際廠裡面剛剛說到的瑞薩斯IDM廠 其中還有羅姆 安森美 英菲林 恩智浦 這個都我們常聽到的 這裡面從基板 累金 代工到二極體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在台灣 這些台廠慢慢開始形成了一個趨勢 這個趨勢就是開始大家來打團群架 所謂的群架的意思 比如說漢民集團 它就有漢磊 然後它就開始把底下的比如說穩層等等 就是把它包在一起 然後另外的中美金集團就有環球金 然後就有蓬城 就有貌系 它們開始整個大家就綁在一起之後 因為從冷機開始一直到切割 一直到代工 一直到二極體 它整個這樣做下去之後 其實它的競爭力就會出來 而沒有一家公司可以像台積電一樣 強大到可以做全世界的代工 但是它現在把產業鏈整個 做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這個餅給做大 所以這裡面我們來講一下 中美金集團裡面 在最近即便是AI的股票 這麼吸睛的情況之下 還是有類似像雨後春筍 我們只能說這個是筍間 以後會不會長成竹子 我們不知道 因為在歷史的經驗裡面 中國其實上一次 在做稀土大戰的時候 它也曾經說要禁止出口 但是之後又消風氣 所以這一次的折跟加 我們不知道後續 但是如果以今年下半年的情況來講 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即便電動車不用 至少重電或者儲能都要用到 低股衛星也要用到 那蓬城的情形是下降壓力線突破 中美金持有蓬城是21.3% 然後貿系是 蓬城持有貿系17% 然後中美金在持有蓬城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去換算 他們的一個股價形態 老實講投信的持股率都很低 那很低的意思 所以金還沒有放在這裡 對 還在AI 其實也很正常 我們最近在看投信都是這樣 我一直看到禮拜三的時候 還大買 音業達 廣達等等 就繼續噴 你去看到廣達 其實在現在這個價錢 你再往前看50塊 你看50塊之前的時候 投信是賣 然後之後現在在50塊以後 它去追 所以那個制度 其實逼迫著 它必須要上梁山 去跟人家搶劫 所以它為了績效的考量 但是有一些股票 我覺得如果沒有投信買 而自己轉牆的 然後再加上後面有題材 大家先鎖定 直到量價有正式的 長紅突破的時候 尤其是第二次突破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考慮 好 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有跟各位來講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備案 這個備案就是在電動車以外 要有一個輕人車 就是燃料電池的一個部分 我比較強調的是 我個人 我個人不代表 這個世界未來會這樣走 我覺得電動車 是一個過渡產品 我覺得它是一個過渡產品 終究到後面 你會有固態電池可以取代它 或者是輕人可以取代它 因為我光想到電池的回收問題 頭就很大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在輕人裡面 康叔就不用講 因為下個禮拜一 7號的時候 是它的繳款日 限徵繳完款 因為在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它沒有意義去拉 因為拉上去 人家會賣勞股認新股 所以它其實只要撐了就好 但是現在如果讓大家都賣了勞股 就意味著以後 增肢股在發放的時候 其實賣壓會很輕 所以繳完款之後 反而應該留意它 再來的話 上個禮拜跟各位講的明安 最近開始動 在禮拜三那一天的時候 三大法人合起來買了 它一半的持股 所以我覺得它除了 高爾夫這件事情不用談 因為它的旺季是在第四季 但是現在跟軍工有關 跟清平有關 我覺得現在大家已經開始去找 這種下一季的 比較好的底部的一個股票 可以留意 OK 好 給大家做參考了 好 你又來看我們剛剛講到說 台版的信念計畫 目前在卡關當中 那現在台灣一定要尋求一些外界的合作 目前有哪些低軌衛星相關的概念股 有辦法提前先來佈局的 好 我補充一下有明哥 他前一段所提到的 就是台灣有這個斷網的危機 到底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台灣現在對外大概有14條的海底染線 那這個如果戰爭一旦發生的時候 中共採取包圍把它切斷的話 那台灣就會形成什麼 斷網孤島 你就沒辦法對外通訊了 那這件事情大家不要覺得不可能發生 因為今年在二月份的時候 在馬祖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 馬祖連到台灣的有兩條海底染線 第一條在二月二號的時候 東引連接到淡水這條 被中國籍的漁船給弄斷了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二月八號 從這個南竿連接到觀音的這條 也斷了 這個應該我覺得是有一些謀劃的 那這個斷了之後 在馬祖當地大概1.4萬名的民眾 在島內傳個訊息 據說要花10分鐘 甚至有一些人還傳不出去 這樣子的日子過了50天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真的戰爭發生的時候 我們在島內的通訊 沒有辦法那麼及時的話 那是不是在作帳上來講的話 也會做延誤 所以才會有政府那麼積極的 要去發展所謂的低軌道的衛星 但是低軌道的衛星 剛剛有明哥講到找了SpaceX 但SpaceX馬斯克現在的親中立場 我們是比較排斥的 那現在怎麼辦呢 有明哥提到自立自強 那我想鴻海集團 在年底就會有一顆 叫做珍珠號的低軌道衛星 就會發射升空了 所以年底也代表什麼意思 低軌道衛星這個題材 它是有熱度存在的 第二個在於說 國家太空中心 它為了解決這個落點 我們要自己發射 所以2026年的時候 會發射第一顆 然後2028年之前 它會再發射第二顆 代表說我們有在做 那這個中心主任表示說 我們現在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台灣可以自己發射 連那個發射都不用靠其他國家 我們自己發射 我們自己的低軌道衛星 這是最終目標 那我想這個還需要一段時間 那最快的方式就是怎麼樣 找外國的廠商做合作 那如果SpaceX不行的話呢 就找了OneWeb OneWeb在年底的時候呢 這個就可以覆蓋到 全台灣這個衛星的一個範圍 那衛星有了 那你地面設備要不要做接收 所以重點在哪裡 地面接收設備的一些概念股 我覺得接下來就會慢慢的一個冒出頭 那政府有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有 因為最近這兩年 它大概有帶動了19家的業者 投入大概5.2億的金額 但這金額來看的話還沒有很大 但我想接下來應該會投入更多 所以這個裡面的商機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主要應該就是落在地面設備的部分 因為衛星這個過程裡面 總共有四個階段 地面設備 衛星製造 衛星發射 衛星服務 那我們台灣現在呢 佔比比較高的 絕對是在地面設備 因為你從去年這個數據來看的話 目前的一個金額大概有98.7% 都是在地面設備 這個產值呢 占全球的這個衛星設備 地面設備產業大概是55% 所以這個比重是夠大的 那有很多的概念股 那這個概念股裡面呢 最近投信有在買的 就兩檔股票 第一檔是企機 因為它有相位陣列天線 就是它現在天線 是比較正方形的那種 那種接收速度比較快 不是那種網空型的 那投信最近買了1.4萬張 股價你會發現 其實也慢慢上來 那第二個呢 叫做3305的深帽 因為呢 這個高階席的部分 它具備所謂的耐高溫 耐高濕 衛星的部分呢 就用得到 那投信最近也在買 那剛剛有明哥講的 現在資金都在AI 所以一定要跟AI有點關係 剛好這檔股票 它跟AI晶片 還真的有點關係 因為現在深層式的AI 用的是GPU 以前的這個晶片是CPU 那CPU跟GPU 對於席高的需求 差別在哪裡 CPU的扣在窄板上 它只要用到插槽 跟扣件就好了 但是GPU的部分 它必須要用到高溫席 去把它黏在這個上面 所以差別在這裡 所以等於說 接下來高溫席的需求量 在AI生成式晶片的部分 一定會做增加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家公司 股價也慢慢墊高 搭配這樣子的題材 我覺得接下來應該是會有機會的 OK 給大家做參考了 其實我們先看到 滿多新的訊息 那麼也謝謝現場所的來賓 其實除了AI之外 還是有很多很多的趨勢跟題材 可以來參考的 那麼股市不變的法則 就是當大家特別激動激情的時候 你要格外的冷靜 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 知府大家可以參考最新的資訊 做一些超前部署 操盤一切順利平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